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假 耶稣告诉门徒一个重要的宣告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假 这句话相信对于当时的门徒而言 是相当震撼的 因为门徒跟随耶稣 乃是期望有一天 如果耶稣当上了以色列的君王 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左层右相 而耶稣竟然说 他来不是要做君王 乃是要做仆人 服侍人 而且还要舍命 就是死 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 抛弃了一切跟从他 希望有一天 当耶稣出人头地 当上了国王 自己就能够名利双收 光中要主了 结果突然听到耶稣这番话 你会如何感想呢 但愿主耶稣的话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再次的深思 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何 我们内心深处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天国里是做仆人的伟大 是像孩子般谦卑单纯的人伟大 让我们都回转 像孩子一般 单纯谦卑的爱主 跟随主 像仆人一般的服侍主 服侍人